有五种菜可以清除雪垃圾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您知道吗,色斑,高血压,高血脂 这些常见的问题,大都是血管垃圾造成的 只有清除了这些垃圾,才能让您的血液重新鲜活起来 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些食物,都是血管垃圾的天敌 跟着老安一起来了解一下 第一种,青椒,血管软化剂 青椒含有的维生素P,能够帮助清理血管里的垃圾 增强到血管的弹性,软化血管 第二种,绿茶,血压血糖的最佳调节剂 绿茶可以降低人体胆固醇和甘油三脂的含量 另外,绿茶中含有的二叉分,具有抗氧化 预防血压血糖升高的功效 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 第三种,黑豆,血液循环的催化剂 黑豆可以改善贫血,降低血脂,促进血液循环 第四种,猕猴桃,血管的揉韧剂 每100克猕猴桃当中,就含有69毫克的VC 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增加血管的揉韧度 并且还能调节血压 第五种,裙带菜,血液排毒的好帮手 裙带菜还有独一无二的海藻粘液 它能将血液中附着的钠元素排出体外 从而达到排毒的目的 您清理血管的垃圾要趁早 在斑块,血栓等等这些定时炸弹行动之前 不妨尝吃这五种血管垃圾的天敌 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呢,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